近日,有消息称跑男将在大连录制 此外跑男成员邓超、李晨、陈鹤等人也将会来大连录制 听到这个消息后 不少妹子已经和学校或公司请好假 准备蹲点手爱豆 据悉,现在大批迷妹已经把大连高铁站围堵 高铁站人山人海 真的为粉丝的疯狂行动而赞叹 一个小小的陆寒 用得着这么狂热的去追求吗? 其实越是在样 保安的保护措施就越严密 相信除个别几位幸运的粉丝之外 绝大多数粉丝根本见不到他的人影 有朋友也许会问 陆寒为什么会火得一塌糊涂 其一,陆寒曾是韩国的留学生 具有明显的韩心范 虽然称不上正宗的欧巴 但他的黄头发 率性随意地穿着打扮挺接近韩国人的风格 如果让他和韩国明星一起去欧美巡演 相信许多人会认为他是韩国人 其二,回国以后 他为陈可欣指导的电影《甜蜜蜜》复印演唱过同名主题曲 也参加过张艺谋导演的《3D电影长城》的拍摄 加盟过《奔跑吧兄弟》第三季 并出版了几部个人专辑 并荣登人特杂志等 他的作品不但在中国大陆被追捧 还在台湾、日本拥有众多粉丝 其三,近日 随着他主演的玄幻剧泽天际在湖南卫视的热播 将他的人气又一次推向了高峰 加之近日网上卓维等人的反而宣传 使他的人气不降反增 在大连高铁站受到如此礼遇也在情理之中